皮卡尼亞 巴西窯烤牛排女王 Queen of Stakes 大树的觀眾對皮卡尼亞十分熟悉 又熱愛 大树之前在美國請教了拉美王子Anthony 今天要來挑戰 皮卡尼亞 但是在台灣要去哪裡買皮卡尼亞 買不到怎麼辦 沒有窯爐 用簡單烤爐可以嗎 從生火到燒烤 有哪些技巧 要整塊烤還是要烤成肉串 正宗皮卡尼亞 大树版 原來切肉跟上菜也有一定的規矩 也是標準的切法 大树的皮卡尼亞可以通過打人的考驗嗎 這個真的是皮卡尼亞 好 今天我們就來挑戰 皮卡尼亞 然後等一下要用這個像箭一樣的東西 大树特別買的 來穿過它 哇 我們今天準備的兩塊皮卡尼亞 會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燒烤 一個是傳統的 就是在這個Score上面 一圈一圈 大家常常在巴西烤肉店看到的 另外一種呢 是整塊 這樣子 我們看看哪一種比較好吃 看大叔挑戰是不是能夠成功 你一定還記得拉美王子 你捏捏捏捏捏捏捏 啊 都滴出來了 這部影片是2020年10月 在它的Pasadena加拍 現在黃檸檬今天烤肉用 當時的疫情在減緩中 跟現在有天壤之別 今天的影片獻給我們所有在洛杉磯的朋友 加油 第一片皮卡尼亞已經切好成3塊了 是在之前阿根廷食材專賣店 Ricon Argentina買的 店家把我們分切成3塊 每塊5公分厚的長條 大約3磅1.2公斤 為了這次拍攝 然後再插過去 別擔心 鍵鍵沒有很力 鍵鍵的形狀 讓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點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穿入肉中 沒有巴西燒烤鍵 用長一點的U型燒烤串也可以 這一塊就要整塊烤 沒有燒烤串 就直接烤吧 當然整塊沒有切 也可以直接插入烤肉鍵 就像這個樣子 事實上已經有功力超強的觀眾們 剖照片回覆我們的預告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看 這個Fat Cat都還留著 這個才是Picconia Content 這一塊就是我們上次去 巴西食材專賣店 El Camagui買的 令人驚訝的是 在洛杉磯的Walmart也有賣 價格還更便宜 然後還號稱是安格斯牛 Picconia到底是什麼? 其實各國牛肉部位切法 都會因歷史慣例 飲食文化而不同 巴西的Picconia部位 在美牛因切法不同 最接近的就是 Top Sirloin Cap 上後腰急鈣肉 它來自Sirloin部位 也叫頂部沙朗蓋 或牛臀三角排 其實我們觀眾高手眾多 早就知道了 答案不但正確 而且很有創意又幽默 真的都是太厲害了 但是很多大大們其實更想知道 台灣到底買不買得到 大叔特別詢問了美國肉品出口協會 答案不出意料 因台灣人飲食習慣不同 一般超市賣場並無出售 即使餐廳也只有少數有賣 所以很少牛肉商進Top Sirloin Cap Picconia 大叔也問了長期合宿的肉商 他們有進 但也都直接買給餐廳 如果你們真的想自己做 我建議可以像美國Youtuber Guga一樣 直接買貨員較多的大塊真空包 Top Sirloin Buck 上後腰肌肉 標號MBG184 再分切出標號MBG184D 的Picconia 也就是Top Sirloin Cap 也叫牛臀三角排 或上沙朗蓋 但是不管你叫它 Top Sirloin Cap 還是Picconia 絕對不能少了上面一塊肥肉 買不到Picconia 上沙朗蓋肉 大叔推薦一下 三個部位勉強替代 最接近的替代部位 就是嫩腳尖Tri-Tip 也是來自後腰肌部 Sirloin部位 其他如還沒有清修過的 整塊紐約克 或是附帶脂肪的五股牛小排 也OK 但是真正傳統的巴西窯烤 是用真正的窯 從木頭開始燒 在低癢的情況之下 木頭慢慢的燒成 通紅的自然木炭 然後在窯爐中 會有不同高度的架子 像這個窯就有三層 中間的架子 他手可以忍受到五六秒左右 對巴西人來說 是最佳的燒烤溫度 五分熟Medium是最完美的 我們沒有巴西窯爐 但是看過之前大叔 教大家怎麼探烤的影片 塗法煉鋼也能達到類似效果 今天一樣 先在深火煙從Chimney裡面 放滿煤炭 點火種燒差不多20到30分鐘 直到木炭成灰白色 燒好的木炭只擺滿一端 另外一端空著 這樣我們燒烤時 才會有兩個不同區域的溫度 傳統巴西燒烤Picconia 事先也不會煙 只有在要烤之前 才會灑滿粗鹽 烤架預熱好之後 我們再把烤肉串 有撒鹽的那一面朝下 放在較熱的部位 然後在另外一面再撒上粗鹽 另外一塊整塊的 我們在沒有肥肉的那一面先撒上鹽 這一面會先烤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我們會先放置在低溫區 讓它慢慢烤 這時候烤肉串已經烤了10分鐘左右 表面都開始產生煤納反應了 我們的簡易烤爐沒有rotisserie 自動轉翻的功能 也不像巴西傳統搖烤有不同的高度 所以一定要顧著 不時的用手翻轉 才能確定我們的Picconia沒有燒焦 然後每隔幾分鐘 就要把我們的整塊肉跟烤肉串 或換位置 肉麵先朝下 整塊在烤的那一個Picconia 我們建議24分鐘左右後才翻面 因為另外一邊全是脂肪 溫度如果太高 會很容易燒焦 而且讓煤炭起火 油脂肪的那一邊不要烤太久 像大樹這一個小型烤肉架 溫度比較不是那麼平均 所以建議可以不時移動 烤肉串的位置 然後也要顧一下煤炭 確定它們燃燒的平均 因為Picconia的油脂真的很多 很容易起火 尤其是整塊的Picconia 肥肉真的太多了 所以不時的要把肉移開 把烤架刷乾淨 美式的BBQ烤爐 肉跟煤炭的距離十分的近 在油脂多的情況之下 起火是難免的 所以就乖乖的長長刷吧 刷完了之後 把整塊肉放回烤架 肉的那一面朝下 再蓋上鍋蓋 大塊的肉再燜燒個15分鐘左右 再把鍋蓋打開 肉串總共要烤20到25分鐘 而整塊的Picconia 因為比較厚 所以需要烤差不多40分鐘 我們今天目標是3分熟 如果你想要5分熟 加個5到10分鐘 因為疫情關係 平時大家都很少聚會 我們的好朋友 貼心的主人們 在他們的戶外後院 佈置了充滿巴西風情的野餐桌 即使今天我們也遵守 加州政府的規定 旨在戶外用餐 Outdoor Dining 我跟Jeremy坐左邊 他們3個坐右邊 中間隔了適當的社交安全距離 在大家要入座 開始用餐的前10分鐘左右 我再把烤好的肉放回烤架 再加熱一下 這次只用身邊的器材 克難式的方式做出的Picconia 到底能不能達到 拉美王子Anthony的標準呢? 終於Picconia終於做好了 大叔今天在這個朋友家來烤肉一下 謝謝他們給我這麼漂亮的場地 來 正宗Picconia大叔版 大叔做得怎麼樣? 還棒 就是肥肉跟瘦肉要一起 一定要有那個肥肉 Cheers 這個真的是Picconia 它也是標準的切法 要薄薄的 每一口有一點肥肉 真的太好吃了 哇 Batterbangs 十分謝謝Anthony的肯定 但也因為有他的指導 我們才能在加州做出Picconia 各位觀眾們 有自己在台灣做過嗎? 請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Bye 這是一個個人的肥肉 喔我明白 看 然後 你甚至少使用架子 把架子拿出來 然後我會拿這個 然後你會剪掉那塊 然後放上桌子 喔哇 可以我們再做一次嗎 嗯 嗯